接下来的连续假期就是五一连假了 根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说 星期一星期二深入多北季风影响了水气人多 周二则是早晚偏凉水气减少 星期三气温会开始回温 到了星期五五一劳动节三天连续假期 水气又会增加 周末东半部偶有局部阵雨 提醒民众出游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周二28日以前全台人受东北季风影响 最低温将落在周二清晨 早晚偏凉 周三29日开始全台各地逐渐回温 温暖天气将持续至周末 而周五到周日为期三天的廉价 台湾处在东南风到西南风的环境 东半部偶有一些局部阵雨发生 这一周的天气其实越来越好 今天受到东北风面的影响 然后明天大概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但是因为这一波风面下来 它的空气比较干 所以今天大概就雨下晚 明天大概就开始天气就比较放晴一点 不过基本上整周来看 在东北花莲这个地方 还是有一些局部地方会有一些短暂雨 不过雨量看起来都不大 就小小的 然后地方可能就是一些局部的迎风面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这一周 整个天气看起来晴朗的时间是比下雨的时间多 然后资料看起来大概也是早晚比较有一些机会下一点雨 所以早晚还是会比较偏凉 所以基本上早出晚归的时候还是可能要增加一些衣物来保暖一下 或是期待雨去 然后到五一年假的时候天气看起来也是还算不错 就是局部地方可能去山区或是你去旅游的地方 可能还是有可能会下雨 那早晚天气会比较凉 周二早晚温差大 不过从周二开始水气减少 气温将逐渐回暖 一直到周五开始受到水气增加影响 周末东半部偶有局部阵雨发生 提醒在花莲出游的民众 疫情期间随时留意天气变化 务必做好自身的健康管理 记者蒋邦彦 华联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